新鎮疫情嚴重 病例持續增加 並擴散到了廣東多地 2月1日 梅州、運浮、河原、惠州等地 都出現了新鎮關聯病例 當地迅速要求全員核酸檢測 其中運浮羅定市已經實施交通管制 另外中共官方 過年前聲稱疫情緩解的天津市 2月2日又出現十多個新增病例 當地再次封小區 拉走居民集中隔離 而疫情嚴重的杭州 過年期間 病例也繼續攀升 根據官方通報 當地一個嬰兒中心發生群聚感染 截至2日上午 已經有10名嬰兒確診 其中4人未滿週稅 年齡最小的只有5個月大 據說 這些嬰兒必須與母親分離 住在單獨的隔離房間 這間嬰兒中心位於富洋區 目前已被劃為高風險地區 同時富洋區內實施交通管制 人車只能進入不能出 網上視頻顯示 2月1日富洋區所有居民都在冒著雨 排著場隊進行全員核酸檢測 還有大量居民被帶巴士 拉去集中隔離